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类和对象 上一节我们已经介绍了什么是对象 每一个实体都可以被看到一个对象 在CIR中,对象的类型被称为类 类代表了某一批对象的共性和特征 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 类是对象的抽象,而对象是类的具体实例 就是我们在C语言中选取结构体的时候一样 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个结构体 然后再使用这个结构体去定义一个变量 同一个结构体类型可以定义出多个不同的结构体变量 在CIR中要使用类,首先需要定义一个类 然后再使用这个类去定义做干格项 对象就是类类型的一个变量 就好比我们在建造房屋的时候 先要设计出图纸 还有按照图纸在不同的地方 建造若干动同类的房屋 类是对象的模板 是用来定义对象的一种抽象的类型 我们在程序中,用到类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别人已经设计好的类 更多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需要 定义自己的类 在CIR中我们要怎样定义一个类呢 定义类的方法和生命一个结构体的方法是相似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呢是定义一个student的结构体 三个成员分别是name 是个差类型的 age unanti类型的 就是年类 第三个是表示地址 差类型的地址 定义类的格式呢 跟定义结构体的格式是相似的 我们来看一下类究竟是如何定义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定义类的一个格式 第一行呢 用class加一个类名 class是现象中的关键字 定义类的时候 必须要使用class这个关键字 它相当于我们在生命结构体的时候 是用struct一样 类名的定义方式 就跟我们定义标志符的定义规则是一样的 就是由字母和下滑线开始的 字母数字下滑线 类名之后呢 是由一对花负号来包起来的类体 类体中呢 是类的成员类表 它包含类的项目成员 类的成员呢 可以是数据 也可以是对数据的一些操作 对数据的操作呢 我们称谈为成员函数或者称谈为方法 这就体现了类将数据和操作 包含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可信 实际上呢 类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它是一种广义的数据类型 我们过去所接触的数据类型都是狭义的 因为它只包含数据本身 而类呢 既包含数据也包含对数据进行的操作 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类体 类体的第一行呢 是private, public和 protected 它们都被称为成员访问限定服务 它们是用来限制各个成员的访问属性的 如果是private的话 private翻译成中文是私有的 表示这些数据只能被本类中的全函数所引用 我们在类的外部是不能调用这些成员的 如果是public的话 public呢 翻译成中文是公共的 表示public的成员呢 可以被本类中的全函数所引用 同时呢 就可以在类的作用域之外 除了public和private呢 还有一种成员访问限定服 可以称为protected 翻译成中文是受保护的 protected的成员呢 不能在类外进行访问 但可以被派生类的成员还是访问的 这一点呢 我们在后面详细介绍 那这一点呢 我们会主要介绍private跟public的成员 证明为private的成员跟public的成员的次序呢 是任意的 可以先定义private的部分 也可以先定义public的部分 另外呢 我们在定义的类中呢 不一定一定有private的成员 比如说一定有public的成员 关键字private和public可以分别出现多次 一个类中可以包含多个private和public 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他们的范围呢 是遇到下一个成员访问限定服之前的范围 比如说第一个private 它后面的所有的成员都是sealed的 但是到什么地方结束呢 就是遇到下一个成员访问限定服之前 这些数据都是sealed的 那public也一样 public他们都是public 直到遇到下一个成员访问限定服之前 那后面的数据就是protected的 一般呢 为了使程序更清晰 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同一种类型的成员放在一起 并且呢 使每一种成员访问限定服 只出现一次 另外在写sealed程序的时候 我们建议把public的部分 放在最前面 而把private的部分呢 放在类的后面 这样呢可以使我们将注意力放在 放在这些public的这些成员上 大家对于包括号之后 不要忘记一个分号 很多设备者都容易漏掉这个分号 现在类定义好了 我们就可以定义对象了 我们怎么来定义呢 可以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是class关键字 后面跟着类名称 类名 类名之后是你要定义的对象 对象的命运规则 跟标志的命运规则是一样的 对象名 第二种方法呢 是直接是类名 跟着对象名 这种方法呢 使用了class关键字 我们非常使用的方法 是第二种方法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何去定义一个类 同时呢 也知道了如何去定义一个对象 用代码来创建一个自己的类 所以呢我们来创建一个student类 首先是有点花个号 最后是一个分号 因为我们知道 类的属性呢 一般都是私有的 不希望在类的外部 客户程序直接修改 类的属性 就是我们把 类的属性是为私有 private 第一个是恰例型的 name 表示rnt类型的 age 以及chall类型的address 这样我们就把 所有的数据成型给定义好了 为了在 这个作用域之外 使用这个类 我们需要 给客户程序提供一些 公共的一些接口 方便客户程序的调用 这些接口呢 一般都是公有的 你看我定义为public 类型 比如说我们 目的客户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print 来打印 当前 最后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 cl name 然后打印出 年龄 再打印地址 再打印地址 这样呢 在6尊域之外 就可以直接使用print这个接口 类型定义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自己的对象 可以呢 我们使用第二种方法 直接定义一个对象 定义这个对象之后 因为我们提供的public方法 只有一个print 所以说在类型定义之外 等等含文之内 只能夹用print 客户程序是无法直接访问 这个类型的三个四个的数据成员的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C加加虽然增加了class的关键字 但是还仍然保留了结构体类型struct 而且呢 它把struct的功能也扩展了 扩展之后呢 结构体类型中也可以包含成员函数 添加允许使用struct来定义一个类 我们可以将struct 换为class关键字 那这个时候呢 它们是有区别的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在使用struct来定义一个类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对它的成员 没有使用private或者public的声明 系统将默认是使用public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给print 指定它的防御 首先是public的 如果现在使用 如果我们把public去掉 就是使用struct来定义 这个时候print这个函数 默认就可以tabulate 如果是class的话 print没有为它指定防御使用 这个时候它默认就是travit 那这就是我们在使用class这个关键字 跟struct这个关键字 定义一个类的区别 建议尽量通过使用class来建议类 因为这样可以写出完全体验 叠加风格的程式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类的成员函数 类的成员函数呢也被称为类的方法 它也属于函数的一种 它的用法是跟我们前面介绍的函数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般为之和函数 它跟一般函数的区别呢 只是说它是属于一个类的成员 它是定义在类中的 同时呢它可以被指定为private public或者protected的 我们在使用类方法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种它们的权限 所有的成员函数呢 我们只能在本类中被调用 而不能在类作用之外被调用 我们一般的做法呢是将需要被外界 调用的成员函数 指定为public 因为它们是类对外提供的接口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 需要把所有的成员函数 都指定为public 因为199的函数呢 我们并不准备给提供给客户使用 只是想在我们这个类中 被其他函数所调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将它指定为primited 因为这种函数呢 一般用于支持其他函数 是一些功能 就是说我们将它称为工具函数 我们当然可以不定义成员函数 但是一个不包含成员函数的类 就相当于一个结构体 体验不出来 类的面上对象准备水分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定义student这个类的时候 定义了一个printer的一个接口 在print之后 直接定义了这个成员函数的实现 这是成员函数实现的一种方式 我在类内直接定义了成员函数的实现 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在类中呢 只写明成员函数的声明 把类的外部 对这些函数进行定义 就是我们再定义函数 进行一个getAge函数 表示要获得这个年龄 那这个时候我们仅仅是在类内部做了声明 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在getAge后面 加大括号进来实现 像这里呢 我们只能使用第二种方式实现 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类中语之外 在定义一个成员函数的时候 然后需要在这个成员函数之前 加上它所属的类名 比如说我们这里 是有getAge 这样是不可以的 这样的话 你是在定义一个成局的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这个函数函数加一个 它所属的类的类名 类似于这种形式 前面是它所属的类 后面的两个冒号被称为最容易限定符 它表示该Age这个成员函数 就定义在student这个类中的 下面呢 是跟一般的类的实现是一样的 那这里我们直接returnAge就可以了 虽然说我们在类的外部进行了定义 但是我们在进入成员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底下 student不要用getAge的时候 编译器呢 会根据在类中分明的函数原型 找到这个函数的定义 从而执行这个成员函数 在类内部对成员函数进行声明 在类的外面对成员函数进行定义 这是一种更好的习惯 这样呢 不仅可以减少类的长度 实际的情绪更清晰 便于我们阅读 而且有助于把类的接口和实现进行分离 因为从类的定义体中 用户只看到了函数的原型 比如说getAge 用户只看到了getAge 是一个anti类型的反复 其实都是没有参数的 但是用户看不到 这个函数是有个实现的 这对我们实现信息隐藏 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客户来说 这些信息都是不透明的 印乱函数呢 我们在介绍函数内章的时候 也简单介绍过 比如说 比如说 在程序定义印乱函数的时候 并不是真正的 执行函数的过程 而是把函数代码 嵌入到程序的定义点 这样的好处呢 是可以大大减少开销 然后在内内部 这些函数进行实现的时候 编译器会自动的将这些函数 升级为印乱的函数 即使说我们 用户的前面 这张印乱关键字 编译器也会去将去尝试 把它定义为内连函数 对作用之外定义的函数呢 那就默认不是印乱函数 如果我们想让它变成印乱函数呢 我们必须所显示的 在前面加一个印乱关键字 好 今天没有误料 好 今天没有误料